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300元及1000元門票 現已有售 扣票查詢請見 2467 3088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回來myradio和熱血時報聯報的 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 今早有湯姆 柏洋 我 鄭松泰和湯姆 雙劍推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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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過一次之後有點恐懼 不是推麥不是人人做得到 我剛剛想說 以為你推麥 因為第二節 第一節說回昨晚那場播 昨晚那場播其實我未看得完 我昨晚看精華回到家 第二節我們說什麼呢 第二節其實昨晚那個長波 即是開始和踢的時候 都是有其他事情發生的 這個也是需要大家給多點關注 以及也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我講的是成大一個學術流灌命的事件 昨天就在金鐘的一間酒店 港麗酒店 港麗酒店 金鐘的港麗酒店 金鐘的港麗酒店 就有一個叫做儀式進行 那個儀式就是 因為現在成大收了一筆捐款 歷來最大兩億 而那個捐款的人就叫楊健敏 是一個實業家 大亨的說法就是一向正常的 怎樣實業法呢 楊健敏就是屏幕大王 對 基本上全球的手機 那個玻璃屏幕 有三分之一都是他做的 全球啊 對 三分之一 楊健敏就是這樣 楊健敏那些 楊健敏那些 真厲害 他做的 除了是蘋果 三星那些 其實現在說電視機 那些屏幕都是他包含 手錶也是 小米 小米有分 小米有些不用說 那些不用說 你想想全球三分二總之是堅 總之是屏幕大王 就是勁抽的紅色資本 可以這樣說 不是紅色資本 不知道是紅色資本 當然是紅色資本 他這個受益這麼賺錢 所以他是沒有上市的 是真的賺錢 賺錢到不需要上市去騙錢 他捐了兩億給城大 他現在就說要捐兩億給城大 如果我們昨天說其實已經捐了 因為昨晚酒店的儀式就是他捐款的儀式 就是為了接收捐款而搞的 所以就應該捐了 但捐完之後 城大的人就開會了 歷來最大 兩億 而其中有一億就是要支持動物醫學院 如果大家記得 可能未必知道 現在六八九去做城大的時候 城大校監 還提倡過要搞動物醫學院 結果城大那邊就禁止了 但他們就決定自己搞 就說要籌20億 籌到現在才只有5億 但去到楊建文昨天就說 之前就說要捐兩億 所以就想著把城大最歷史悠久的學術流一 就要改名為楊建文的學術流 即那個說法就是現在楊建文捐錢給城大 但第一件事 捐錢這兩億 其中有一部分 那一億就 不 它裏面有些更細緻 那一億就是 第一個就是灌名 就是剛才那個叫做學術流一 就叫做楊建文學術流 但是這一個事件就是捐兩億 就是那些學生 因為本身你搞成這些校慶的東西 這些捐款典禮 那你所謂的學校的高層 各樣都在現場 還有一些商界代表 還有一些政協 甚至乎各樣 然後你裏面 那校董會當然是其中一個身份走進去 那校董會裏面的成員 就包括這個學生會會長 朱國智 朱國智 朱國智我們其實有提過 即是說退聯的時候 他那些什麼克帝克志 那些那些 這個不重要 那就是一位人物 朱國智 就是一個校董會的成員 他在現場 那他本身在現場 就都沒有什麼的 跟著他就 那個情況 就是他突然起來 是不是佩洋 他不是突然的 因為他本來就想著 在梁靖智致的時候 他就想著交這個請願信 但是因為 學生會 他只是給一個人進去 那個典禮 就是給一個人進去 所以就沒有人拍到片 那他想著起床那一刻 因為事先 牆裡面的人知道 他一起床 即他的說法就是 他一起床 就已經被八個人 八至十個人圍著 就抬出來 即是以去的說法 即是那些人 已經是他的目標 大家的保安 就在現場 就看著他 一定會知道 而且他們去的時候 其實事前有拉Banner 是啊 事前有一個 已經出了一些 學生的宣傳文 就說 楊健文是個 血汗工廠的老闆 因為他做的屏幕 以及在大陸做的生意 請十一萬人 那可能跟工廠有關 也當然有說 那個示威 其實是背後有一些 譬如 關注大陸勞工組織那些團體 有一些聲援 或者支持 所以在場的保安 都已經目標是 瞄準著這班學生 但是問題的就是說 昨天有一些片段出現了 第一件事的問題 就是校方 以及有在場的警察 對於那個學生 其實是 有一些的處理 是非常之過分的 你先看片 不如看片 好 先看片 好笑 什麼叫違反和平 違反和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再說一句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難 不是 你說一下 不是 因為 你整個場景 剛才那個狀況就是 他們就被人抬了出去 因為他本身是朱國志 朱國志他是校董會成員 他就想遞信給梁振英 然後他就 剛才說過 被一群保安拿了出去 之後想再進去 再進去 再進去就不是那麼容易 一群保安 那些白色衣服 那些全部是酒店的保安 然後幾段時間 就對著門口 就不讓他進去 他不停在那裡吵 校董來的派對 我搞的 你怎麼不讓我進去 其實這方面我覺得 他是有道理的 你怎麼有請假 可能你說 言語上不夠聰明 或者顯現出 有一種 不是那麼禮貌的狀況 但是我覺得這也不是重點 你沒理由 他有個身份在 你沒理由不讓他進去 啊 屌老星 還要搞笑的是什麼 黑警員走進來 在那裡戒 戒 叫什麼 戒入的事件 然後他又戒入 很想拆 而他戒入 違反方案條例 其實這段片 其實是很長的 五分幾六分鐘 然後我們 無謂播放了 其實有幾個警察 在那裡 第一個警察走進去 一進來 什麼都不說 然後他們就 問他 你傳媒吧 那是誰 然後他就說是警察 然後馬上去 他就叫他 偉任證 然後他拿出來 他拿出來之後 賀見他 帶回偉任證 然後他又不想戒入 他就像自己很失威 那樣的黑警 然後自己轉頭走 然後他就派個媒體過來 想像女人 女人你不要這樣趕去 照趕 趕過去 你想怎樣啊 你是不是加入 他說 我們不是加入 不是沒事 然後他又說不上 然後我們播長一點那段 就是剛才那個姓周 那個黑警 那個周Sir 真的是昂舊舊 那個人 違反和平 違反和平 然後他又說 什麼例 公安條例 第幾條 誒誒誒誒 其實我心同感受 因為其實很多次 我做節目都誒誒誒誒 你自己 我自己有一點 那個情況 昨天的 其實不是說有什麼衝突 就是他走過去說遞信 或者知識處理成 那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有疑問 其實一個什麼 大概兩億而已 多少錢而已 你去到一個年 在一個特區首長都下去 去做一個所謂的儀式的嘉賓 你想想同一時間 那個對照 你說胡蘇貞他抽稅也好 他就進了黃河大球場 那裡看球 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 已經很多地方都不敢去的 法櫃開路都不敢去的 那是 你都連過去的 特首盃 吵你到美國的六十萬元 但是你翻譯這件事 本身這個兩億那個 那個捐款 或者那個儀式 實際上其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對於那個 就是門面的事情 那個儀式 或者捐兩億本身是很小事 很小事 很小事我不是說 現在這件事是很小事 而是說 這一類型所謂的捐款 其實那個捐款 可不可以說是合理的 撇除 撇除第一件事 撇除就是他是不是紅色資本 或者那個資本入侵 單是學術樓灌名 其實是很常態的事 例如你看回所有大學 也有 例如少爺夫樓 當然 什麼夫人樓 抗生樓 你一定會入 例如李嘉誠樓 也有 分別是什麼呢 可能有些人會亂想起 例如可能分別的就是 例如港大上次醫學院灌名 這個是一個問題 爭議性大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最基本的就是 那個是學院 是一個學術制度 不是一棟樓 學院和一棟建築的分別 你想一個情況 例如舉例 我是社會系出身 社會系 社會系 社會科學系 社工系 社工系 社工系出身 然後李嘉誠捐錢給你 你會不會叫李嘉誠社工系 即是你不會 即是很偷的 即是不單是偷的 還有你也奇怪的 即是你社工的 就是專門研究天水圍 是啊 李嘉誠 你不單是專門研究天水圍 還有你想一件事 就是我是 李嘉誠是會令到這個貧富傳說 還有這個地產黨來 大佬 但你叫李嘉誠社工 是本身最怕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即是其實本身 即是上次廣大的 所謂醫學院的矛盾 即是 怪不得為何鬧得這麼大的風波 就是 在學術界裡面 其實就 很少了 很少情況 整個學院去命名 但是建築物 就很經常 建築物是正常的 還有其實是需要的 香港的制度 因為香港現在是 實行的一件事 即香港那個大學的資助 其實是說 你大學籌到多少錢 通常有些最正常的說法 就是你是一比一的 譬如你籌到一億 政府是失回你一億 哦 所以就是說 對於大學來說 我會有人給我錢 我管不管我都收了錢 那他的經費 會不會加大呢 一定 政府又會多出一元 好了 但回到現實的問題 昨天那兩億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件事 就是 喂 他不單是學術流冠名 那麼醜 學術流冠名 這樣的情況 更加的誇張 就是他現在要搞一個 所謂的 叫做 楊健民基金 有一個楊健民基金 另外那一億怎麼做呢 另外那一億的就是 常住在一個教學大學裡面 某一些學系 他要用那塊錢 請一些教授回來 現在說請五個 請五個人來 灌名的講座教授 灌名的講座教授 你明白嗎 我不是明白這個 其實 什麼意思 灌名的講座教授 灌完名之後 會叫做楊健 你理不理解一個概念 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大學的教職員 教資會 規下下面 政府 拿政府錢 其實有少少似公務員的性質 也是以往我們跟公務員掛勾的原理 也是這樣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是一個常制的編制 而他這個所謂的 就是叫基金灌名 的什麼什麼 那是什麼的講法呢 就是有一些學院 或者有一些學系 他們是可能比較多一些 跟商界 或者是多一些基金會合作 於是就是說 他們是要找一些所謂 用美其名交流的機會 實際上大家是 利益上面有一些的互惠而已 那他就是搞一些 譬如叫做 什麼什麼基金會的講座教授 就是那個講座教授 他在這裡的資源 他出的糧 是跟你的正常編制 沒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 譬如如果現在 那一億呢 他現在做的那個講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來到的時候 那些一億 就是會變成一個額外 假設你本身的學系 只有20人 他就會多了五個人 那些五個人 就不在這個學系的編制裏面 但是那些五個人 他來到你都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找他去坐 即是所謂 講座教席 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叫做 譬如是 講座教席 或者是講座教席 但是怎樣說都好 這些人其實就不在常常做編制 是 但是來到的時候 他們是要找工作給他做的 是 那你找工作給他做 那你找什麼給他做 就是教學生 其實 看回那個資料 所謂講 有五千萬 就是拿來做這些 所謂灌名的講座教席 其實這個算不算常態呢 是在學術界裏面 要講到 他現在的講法 現在的講法 是要直接叫做 楊健民基金講座 楊健民講座教授 都是一個灌名 所謂的 就是這個意思 舉例 譬如我沒有這樣說 楊健民基金講座 拖母教授 那個人說 這件事 那如果我做到 我就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就沒什麼所謂 即是你理智當座 你責他去哪 你的腰骨 你說 學術界來講 封骨就有些問題 是不是 又不是我單止是封骨 因為第一件事 就是這個做法 我自己 坦白說 不是說太罕見 不是說太罕見 即是用一個基金會的形式 請教授回來 外國也是有的 但是你說一次過這樣請 五個就真的罕見 其實現在那些成大學生 他們其中有提出反對 即是他們反對那個 所謂標出來的理據 反對一些血汗工廠得來的錢 其實也有些說法 就是反對紅色資本進駐學校 之類的說法 其實如果純粹說 資金進來大學 聽你剛才說 基本上都算是正常 但是他們那個反對的理由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 可能不夠露骨 是不是要再露骨 你說是學生 是啊 我很害怕共產黨入侵入學校 不知道可能是否要這樣露骨 你說這件事情要有迴響 除了警察對學生的處理手法 處理手法一定是值得批評的 但是另一件事 就是剛才湯姆那個說法 就是那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正在用 還在說 譬如他是血汗工廠 或者這些說法 實際上那個焦點其實是說 就是紅色資本 他用了他的方法去入侵學界 不是這件事跟陳文敏 又或者跟現在港大 他們面對著那種情況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陳文敏他們那個情況 就是在一個制度裡面 他直接不理 既有那個遊戲規則 然後直接委派一些 叫做夏董會的成員 下來 然後直接改變了那個做法 但是 反過來 就是說 現在這個成大那個做法 是什麼 成大那個其實是一直以來進行著 已經進行著那個的深度 或者其實去到那個廣泛程度 其實是大家想像不到 譬如舉例的就是 其實教員都有一個叫做冠名之助計劃 但是當然的就是這個冠名之助計劃 你可以說沒有一個廣中矛盾 或者那個廣中衝突的情況下的話 他那個的敏感程度不是那麼高的 因為最簡單的機制就是 香港的大學 他要在教資會現在有限淺的說法底下的話 他就是要一對一 去這樣做 是的 去這樣做 但是反過來這樣說 就是現在不同 現在這件事一爆出來的時候 大家的反應就馬上會問了 楊健民 你現在不單止是說你是一個大陸商人 還要更加誇張的就是 在這件事上面 梁智英有自己不避忌的一個情況 你一去到一定會被人說 你是一定是親共的交易 因為他其實這個 剛才我們也提過 楊健民其中一個款項裏面 是包括建的動物醫院那件事 是不是叫動物醫院 動物醫學院 動物醫學院 或者叫動物資助本科課程 這件事是梁智英本身提出的 而且他背景也會跟他有關係 其中一個背景是 他是祝福香港基金的其中一份子 而裡面的所謂董事 其中兩個人就是梁智英和張曉明 像是會說要幫他去選舉鋪龍之類的 像是梁智英搞不定的事情 然後就找了一些大陸商人來照他 拉攏 照他 就是給人這樣的感覺 如果你說 學校看這個狀況 其實去哪裏都要收捐款 不然很難看 不是的 不是這樣的說法 你這個情況 為何會說是一個嚴重的敏感 就是因為 你在本身學校裏面那個 校委會 又或者校董會 是沒有辦法監察那個大學 你說成大這個已經不用說 成大已經赤化了十年 香港剩下這麼多大學 叫做有少許抵禦能力的話 真的是港大 但港大現在也搞成這樣 港大是死定的了 譬如如果現在成大那個情況 是在說一件事 不單止是紅色資本入侵 他現在的做法是 他是用一大筆的基金 說要資助學生回大陸交流 是 是 這件事你沒有辦法的 是在說成不吃的 對於大學來說 我現在在這樣的生態裏面 我要拿政府錢 我必定吃的 OK 但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 他自己本身 學校那個校董會 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去監察 或者是制衡到 是一些想親共和美共的人 這個才是關鍵 亦都是為何我們一直會重提的 就是說 港大那個校委會 又或者是 無廣政大、浸大 那些校董會的組成是有問題的 之前我們都有提過 港大其中一個 想更加 除了陳文敏這個事件之外 要求校方 校委會要盡快任命之外 其實他們更遠大的目標就是 要改革這個校委會的組成 而這個組成是基礎於 大學條例 是基礎於大學條例 建基於大學條例 港大那個學生會 就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這件事 本身港英然連帶遺留下來的 這些條例 在英國政府 我們那時候就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現在來到共產黨管理 你就不認同了吧 我們就很害怕 你看梁振英的任務 他就知道 其實在校董會裡面 各個大學都已經有自己的肌肉 但是有一些人就會說 喂 現在的基金都是兩億而已 之後會停的 但我想說 進來就不是這樣說 你意思是那些 招聘的所謂教席員 相關的教席員 例如冠名港座教授 或者兩億基金進來 會突然變成常駐教授 會變成常駐教授 意思就是他不一定是拿 那個正常編制的錢 但是他用他的辦法 在這個系統裡面 拿到他們的經費的話 他就永遠會掛了你那間大學的名字 做一些 什麼研究 舉例 你都沒有想過 港大人做過調查出來 說香港人是用這個 普通話、廣東話的語言研究 是啊 就是講廣東話語言態度 其實香港都 推廣簡體字 對,要推廣簡體字 你沒有想過會有這些項目 或者研究的題材 但為何會在這裏 就是一早中了些人 所以這些教授是開會的時候 會有影響力的 還有可以隨意再增加 可以嗎 你不是說影不影響力 第一,他根本就不拿你的大學錢 當他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從什麼都可以 說真的,你有項目的 那你又是有影響力的 即是你越開得多項目 我不肯定 當然 即是在大學裏面 你就越有勢力 其實可以這樣 不是,這是現實 這是現實 不是說越開得多項目 在現在香港的大學生態裏面 有一件事是肯定是死硬的 即是你說赤化性這些 其實基本上不用在政治上 或者是做到這麼劣質 搞你的委員會 用錢就完結了 譬如剛才你說的 是不是多研究就是一件事 其實現在已經說得很清晰 你去到普通,譬如我們這些教職員 他都問你有沒有一個 找不找到研究經費 是 找不找到一些research ground 你找不到你就一輩子不用升 你試想像一下 譬如我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要在香港找到research ground 因為學者要找人贊助 你又是為了課金 教課金 難過我選特首 我網上沒有捐 網上沒有捐 可以嗎 那些他又未必算計 你明白這個現實 所以對他來說 就是什麼計 譬如政府的中央政策組 每一個季度出的公共政策研究基金 那些也算 明白 但是你要拿那些 那你做一個項目 就是我要研究港獨題材 算吧 你怎樣搞呢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你研究香港是不是應該用簡體字都行 那為什麼不可以研究港獨題材 他批理的就是中央政策組 這樣就說 那他抓緊了生死 所以 所以這件事 我敢看看他之後的發展 因為其實似乎昨天 有一些成大學生 就是被人送去醫院 又或者有一些 諸葛茲自己被人送去醫院 就是因為其實他就 好像抽筋成 因為他有逼下去樓梯 結果他就被人迫了欄杆 又按住他 喊得很慘很痛的 是 昨天的騷動 在酒店場所都算挺大的 叫白車 那諸葛茲本身 現在應該都沒有什麼大外 看他那小時候 其實我最後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說 你剛才形容的狀況 這麼慘烈 已經是這樣的地方 那是否真的只有 在改革 或者取消大學條例 或者這些校委會 改革才可以 短期的 看港大這件事的走勢 九月底 又知道究竟阿陳文敏 可不可以做到副校長 是 他跪下的話 其實已經宣佈香港大學界玩完了 是這樣的 那大家 之後 之後怎樣呢 那玩完了 那陳文敏被人搞完之後 你又遇上到 我們這些米特準備 你也是大學教職員 那是否要搞些事情 之後 就是進去那些 這些會 我們 這個很快就知道 大家半年和一年後 就知道大家 香港大學教過什麼情況 我們第二至三多 休息一會 好